三天前吉隆坡一场暴风雨 酿成树木倒下砸死神意外 也敲响了高大树木的安全警钟 吉隆坡市政局鉴定有175棵树木 存有安全隐患 其中28棵树处于高度风险级别 当局已经着手修缮大树管理计划 并拟定新指南 吉隆坡市政局发文告指出 新指南预计今年7月就会完成 同时也针对高风险树木展开监察工作 在自然以及环保方面取得平衡 当局清点后确认 有安全隐患的175棵树木 绝大部分都是树林50年以上的老树 不过其中147棵已经削减砍伐 这证据也强调从2019年开始 当局定期委派承包商 对树林30年以上 或直径超过1.5米的大树 进行安全检查 而最后一次是在今年4月 都知道就会有них不错 对树林30年以上的席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好 以及树林30年以上的席 在对树林30年后以后 这种人发功是最为树林30年 不知有树林30年之为 有树林30年以后 受树林30年以后 寻身虾林30年以后 狂木人30年以后 被浪达成荒生 正在表面面